法國研究指出 人有500萬個臭國細胞 狗的臭國約有2.5億個臭國細胞 比人類要發達 經訓練的狗可以透過臭國 找出武漢肺炎確診患者 準確率高達97% 《衛報》報導 法國國立獸醫學校 和巴黎尼克康勤臨床研究部門 在3、4月份進行研究 97%的數據 可以顯示狗可以正確偵測出武漢肺炎的存在 對於陰性的檢測率也高達91% 比目前的快篩檢測準確率高 研究人員從6至76歲之間 共計335名志願者中採集樣本 以棉片禁住逆下2分鐘 並在巴黎測試中心進行核酸測試 最後有109名受測者呈陽性結果 臨床研究單位教授 Jimma Charleu在法身社說明 Jimma Charleu教授認為 研究結果非常出色 和核酸測試PCR檢測相比不相上下 雖然狗不可取代核酸測試 但可以透過狗的快速反應 在機場、火車站和音樂廳等場所 進行大規模測試 大學網站指 訓練一隻能夠偵測確診武漢肺炎的狗 需要7至8個星期的時間 需要花費6,000歐元 約5.7萬港元 未來訓練時間可望縮短 大外媒Slate 去年發表文章曾指出 並非每隻受訓過的狗 都可以性認病毒確診測試 目前澳洲、德國和英國在內的國家 已經有研究人員開始對狗進行實驗測試 而芬蘭和阿拉伯聯合油長國 已經在去年 在國際機場實際展開實驗